俄羅斯在俄烏戰場的9月反攻 已經到了氣急攻心的地步了嗎 現在居然遼波如此的仇恨意識 喊出要打擊英國 引發水下河暴 要擊沉倫敦 這絕對不是危言聳定 因為俄羅斯的波塞東魚雷 真的能做到地下無限制的潛航 同時水下河暴 製造500公尺高 充滿核污染的海嘯 這是他辦得到的 看來他努力想方設法 要把北約給拖下水 已經拖下水了 瑞典決定出手 200公里外能夠精準 穿越輪圈的反艦飛彈 還有比F16更適合 烏克蘭的施舊戰機 800米短長起降 來無影去無蹤 通通考慮要進一步支援烏克蘭 瑞典的出手 會變成左右戰局的重要分水嶺嗎 俄羅斯最近真的是氣急敗壞 他們的強硬派的專家 竟然出了收主意說 要求這個普丁 你是不是要對這個英國進行核武攻擊 然後呢 俄軍的指揮官還幫槍說 我們擁有足夠的這個戰術核武 來對這個歐盟北約國家徹底摧毀 尤其是英國 所以建議使用最讓西方國家關注的 就是能夠攜帶核彈頭的這個 核動壁魚雷 海神波塞東 這樣的一個核攻擊魚雷 來對英國這個進行核武攻擊 直接這個把英國從地圖上給抹去掉 這個言論不是第一次講 其實去年前年都曾經講過 這一次再提出來 所以我用氣急敗壞來形容 就表示俄烏戰事上對俄羅斯來說 不是那麼有優勢 甚至可能居於劣勢 可是號稱俄羅斯的末日武器 它的超級魚雷波塞東 是取材自希臘神話的海神波塞頓 那它為什麼叫波塞東 是有這種末日的這個大殺氣呢 就是因為它可以在水面底下 500甚至1000公尺水下發射之後呢 它直接靠近這個 你要攻擊的陸地的沿岸 還沒有靠近 它就可以直接自爆 而且它的在水中時速 可以達到200公里 時速200公里在水下 然後當它靠近沿岸 要這個透過衛星遙控去爆炸的時候 它的核當量直接這個核爆的威力一擴散 它會掀起至少從50公尺到100公尺 甚至能夠超過500公尺的巨浪 把你要攻擊的沿岸的陸地 那個城市整個給摧毀 而且這500公尺的巨浪 它裡面甚至還含有大量的這個輻射城 以倫敦來講 他們要攻擊倫敦 掀起滔天巨浪 把倫敦給淹沒了 之後那些海浪那些水 全部都含有輻射物質 那你不是逼英國人直接要跳海的嗎 所以當俄羅斯這種言論一出來 北約就覺得說 俄羅斯你是搞真的嗎 好 我們就看到了 當一隻貓被逼急了 轉過身來 它是會撲咬你 它有爪子的 你不能把普丁 不能把俄羅斯的這件事情 當成單純的違言聳聽而已 為什麼 你來看到 被入侵的庫斯克的這個戰場 烏克蘭現在 讓戰局更加的白熱化 它炸掉了 就是這個畫面 炸掉最後一座援軍 可以前來支援包圍的橋 換句話說 俄羅斯的部隊只能眼睜睜看著他們一寸一寸的領地 被烏軍占領 他難道不會拿出更強烈的反擊嗎 烏軍攻入這個俄羅斯的庫斯克之後呢 這邊的戰局已經進入白熱化 所以你看到烏軍掌握了最後一個能夠連接庫斯克跟俄羅斯其他境內 有一些外援的賽姆喬 他用這個美援給他的這個武器 海馬斯 直接對目標進行最後的一個打擊 圍困到這個庫斯克他連坐外面的這個裡面基地有2500名的俄軍就會變成孤軍了 所以你看到他把他炸下去之後呢 這宣示了說烏軍幾乎整個要掌控他的這個庫斯克這個地方 所以你在看另外一個畫面可以看到俄軍啊 他準備要前進的時候 突然碰到了這個 好像有如鋼魚一樣的這個炮彈落下來 這個是什麼哪裡來的炮彈呢 這個是俄軍剛好要開車經過了 剛剛我們講的庫斯克那一帶 那剛好這個烏克蘭用美元的這個武器 海馬斯的這個炮彈啊飛彈 像極速彈又像子母彈一樣彈如雨下 然後俄軍呢嚇得趕快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這個剉尿 但是直接開著車掉頭又跑 要不然再往前的話不就被炮彈給擊中了 這個就是美元的武器被烏克蘭拿來大殺技 封鎖住烏克蘭 俄軍在烏克蘭掌控下最後一條深入的機會 所以剛剛那段畫面其實是極具代表性 在海馬斯的鋼鐵雨從天而降 掉頭爆頭鼠竄的俄軍 你背後就來看到 烏克蘭你以為這樣他會放過俄軍嗎 沒有 今天如果哪一支部隊哪一個分支哪一個現場 被我炸掉的第一座第二座第三座 今天的最後一座 你想要再臨時派出工兵去搭建福橋 我繼續炸死你啊 沒錯 所以當烏軍特種作戰部隊在庫斯克 對這個俄軍進行了一種包圍跟他的封阻之後呢 他開始進行各項的協調打擊 包括呢摧毀到他的這個俄羅斯 他的各種軍事的這個浮橋 他想要讓他的軍隊能夠盡快撤離到那邊 可是偏偏停在路邊的一些俄羅斯的車隊 就遭到烏克蘭他的無人機不斷的攻擊 無人機影響博大 我們在節目中講過很多次 但是呢他對這個俄羅斯想要去救援他的同胞 包括一搭浮橋就被烏克蘭發現 直接無人機給炸毀了 那你在用這個浮橋想要載運這些裝甲車地面車輛 更是這個往南 所以你看一輛一輛的車子 有如被這個炸彈炸過之後 整個停在路邊都廢棄掉了 完完全全沒有辦法伸手救同胞 這是什麼樣的概念 這個就是關門放狗 今天這個庫斯科地區要是被我給佔領的話 你後面你想當然爾 俄羅斯一定援軍會進來 你包圍我 我再反包圍 不 他斬斷你 讓你包都沒得包 讓我好整以下在裡面關門放狗 2500個俄軍在裡面 你不就束手就擒了嗎 是啊 不只讓你沒有辦法跑出來 甚至你外面的一些部隊 比如說海軍 他們在黑海沿岸本來已經離開 他的克里米亞半島了 現在不夠 還要再往克里米亞半島靠近黑海的東岸 也就是俄羅斯的領地 俄羅斯的領土這邊的新羅西斯克也遭殃 為什麼 因為烏克蘭已經打上癮了 他直接用這個水面無人機 去攻擊新羅西斯克 這是遠遠遠方拍到的畫面 看起來就很大很大的一坨火球 在那邊新羅西斯克的上空發生爆炸 產生了一個亮光 這是因為遭到烏克蘭的水面無人機 去攻擊他們 然後整個把黑夜照得非常亮 新羅西斯克是黑海艦隊 僅次於以前在克里米亞 塞凡島一個很重要的港口 沒想到現在也被烏軍打到那邊去了 所以現在一個是陸陸的庫斯克 一個是海陸的黑海 他不斷地去攔阻去截斷所有俄軍 源源不絕的後勤要來補給的枢紐 通通被烏克蘭給斬斷了 是 東面就是烏東 南面就是烏南 就是靠近黑海那邊 全部都要斬斷 但俄羅斯你以為他不會 他會直接坐以待斃嗎 不會反擊烏克蘭嗎 當然會 雖然他目前還沒有無暇說直接在把這個 他的大部分的空軍軍力投射到這個烏克蘭境內 但是因為俄軍在這個庫斯克跟烏軍 已經形成了一種白熱化激烈的戰鬥 所以俄軍他醞釀在庫斯克方面進行大反攻 雙方展開了以攻對攻的爭奪戰 俄羅斯也出動了蘇凱34 他這些系列的這個空軍戰鬥機 進行大規模的轟炸 想要把當地已經幾乎快要完全占領 庫斯克的烏軍給趕出去 然後呢 據說擊斃了500多名烏軍 烏軍他也趕快去把德國生產製造的一種 他的一種地雷 那種地雷是一個磁感應的地雷 只要有金屬經過 就算沒有壓過去的話 他會直接設定時間 直接爆炸 然後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10分鐘之內就有70多枚的 這樣一個磁感應地雷 一枚一枚的爆炸 就可以破壞俄軍援入戰場上的車輛 現在看到的是俄烏戰場 這絕對不是烏克蘭跟俄羅斯的對決 這是一場邪惡軸心跟北約會員國的對決 為什麼這麼講 一剛開場就講到了 今天俄羅斯已經劍指英國要用波塞東 用核爆去攻擊 要毀滅倫敦 你分明是要把北約給拖下水 這下我們告訴你 這個國家 當他一腳踩進來 整個局勢 是不是來到了決斷的分水嶺呢 這個國家叫做瑞典 而瑞典的出手 對於俄烏戰場 起了什麼至關重要的影響呢 瑞典其實是北歐很重要的一個軍武大國 他最近宣布要向烏克蘭軍隊 提供4.43億美元的這個軍援 這軍援當中 包括這個 有可以快速作戰反應的作戰快艇 還有導彈 雖然他沒有把這個細節披露出來 但是大家就可以猜啊 快速作戰的快艇是什麼 我就跟大家講 瑞典軍隊備戰的這個畫面 大家可以看到快速作戰的戰艇 CB90是最有名的 為什麼呢 因為之前中國大陸的軍武有被拍到說 你是不是在山寨仿製他的這個 快速作戰的快艇 但其實不是中國而已 你要知道這個CB90 CD90他是全世界最熱銷的飛彈快艇 為什麼都以他當範本 去魔改他 去抄襲他呢 他大概船上就可以搭載21個人 作為全副武裝的突擊士兵 海軍陸戰隊你把他放在上面 兩個班就夠了 那美國俄羅斯 包括英國 德國 還有這個中國都在模仿他 就是因為他速度快 而且他的船頭 你現在看到的畫面 船頭前面他靠近陸地岸的時候 他會有一個這個跳板 直接放下來 讓這個部隊可以快速突擊登上陸地 所以搶灘非常快 你也不用好像怕掉到水下一樣 所以這個就是全球最暢銷的一個快艇 而且不只是快艇 瑞典還有一個神兵利器 叫做RBS-15反艦飛彈 這是什麼東西呢 這個算是很早的一個 算是遠程的一個反艦 次音速的反艦飛彈 那這樣一個能夠攜帶200公斤的 200公斤重的高爆彈頭 它的威力非常強大 它貼著海面 有點像我們台灣海軍 我們台灣軍方所研發的這個 熊二一跟熊三超音速反艦飛彈一樣 它越海飛行讓你偵測不到 等到快到目標的時候 在爬升 在爬升改變姿態展開攻擊 問題是你剛剛提到 它是一個遠程打擊的圓火武器 它很準嗎 當然準啊 它可以在200公里到250公里外面 它曾經測試過 只可以穿過一個輪胎圈 太誇張了 200公里外 輪胎圈 了不起就是我這樣子手圍起來 這麼大 200公里外這樣穿過去 好像你在穿針影線這樣子 從我這樣手這樣子 直接穿過去 200公里外 這麼快的速度 所以有多精準 這不是符合我們現在講的 外科手術室的精準打擊嗎 它拿到這個東西之後 不就想打俄羅斯哪裡 我就打哪裡嗎 你覺得這個已經可以改變戰場嗎 也許可以 真正瑞典手上可以改變烏鵝戰場 分水嶺的 其實是這個 斯舊 你以為是F-16 F-16很強啦 但是斯舊也不弱 斯舊是什麼 大家聽過瑞典出了一款車 叫做SAB SAB是很有名的汽車公司 但是它其實在瑞典 是一個很大的軍火商 施德哥爾摩非常仰賴這個斯舊 光是全球306架的斯舊戰鬥機裡面 204架就是在瑞典 那斯舊算是第四代戰機 雖然你不要說跟F-16比 但是已經算是佼佼著了 而且它的這個戰鬥機上面的座舱 是數位化 很好操控 成本又低 它只要一架6千多萬美金 然後呢 而且它介面很容易 看得懂 摸得懂 一下就很容易上手 再加上它的這個武器外掛也都很多 包括這個AIM 我們這個先進中城空對空的 這個腰兩洞飛彈 台灣的F-16也有 它也可以裝 那我問你喔 今天你提到了F-16跟斯舊 來做一個比較 我們到今天之前 都認為F-16是改寫俄烏戰場的 最重要的關鍵之一 你剛剛說了 它居然是比F-16更適合烏克蘭 而且它來無影去無蹤 是全世界最厲害的非逆蹤戰機 它怎麼做到的 因為F-16這些美制武器 它很麻煩 很龜毛 後勤維修成本也高 而且要很多人去幫忙 可是斯舊不用 它可以在公路上 大概六七百公尺 它就直接可以短跑道 直接爬升 也就是說像俄羅斯 現在不是一直轟炸烏克蘭的機場 對 我的跑道被你炸爛了 我也不怕 我就從公路起飛啊 就這段畫面你看到沒有 它在公路上直接就起飛 那麼窄的跑道就飛上去了 十幾公尺寬的跑道 然後只要六七百公尺長的跑道 它一樣可以就升起降 這主觀鏡頭你看看 降落它也只要六百多公尺 就可以降落了 而且它的發動機 這個推進器 那個發動機弄得很高 它有強化的起落架 所以一般道路上的一些小石頭 碎石不容易被吸進去 所以其實講到這個 你可能講說那種山 漢光超延 我們也常常就在國道起降 沒有 它那個路幅的寬度 很窄 很窄只有我們的一半耶 只有我們的 這個是我們一半 大概十五十六米左右 我們的時候是二十五到三十 所以它其實路窄 然後但是也不長 然後就這樣 可是F56你要想的 它光是起飛 它可能就要一千二到一千五百公尺 沒錯 那如果你跟二軍開戰 二軍炸了你的機場 你只剩下公路的話 那烏克蘭當然可以用這個 所以很多的西方專家 北約的專家反而說 施救很好 可以讓這個烏克蘭一起拿來 對付這個俄羅斯 所以有路的地方施救正能起飛 因為它很短場 它就能起飛 換句話說 我根本不知道它從哪裡上來 也就這樣 來無影 去無蹤 而且它還有一款這個大殺氣 就是它的流星遠程飛彈 這又是什麼東西 這也是射程超過200到250公里的 流星飛彈 是 那這個飛彈後來在北約 很多的國家空軍都有這個採用 那它之前在進行四巨外試射的時候 它甚至可以去調整 它的這個接收到 它的這個尋標器Sensor 在找到目標的時候 它可以調整 即時下令 調整它的這個攔截攻擊的方向 那這個飛彈呢 它的速度可以到4馬赫 非常的快 攬不住 射後不理 打來就跑 這是全球第一款的射後不理的 這個200公里以上的這個飛彈 所以俄羅斯如果 這個烏克蘭如果拿到這個飛彈的話 去碰到俄羅斯的這個對手 它的這些戰鬥機 不管是蘇凱31 或是這個米格31 或蘇凱35 它恐怕面對這個第四代的 撕救戰機 也要擔心說自己會不會被擊落 二巫戰場居然出現 這不可思議的一幕 被形容是 烏軍使出的魔幻戰術 你仔細看 樹林裡彷彿一個火人 沿線走過的地方 一路點火燒出了這一條火龍鎮 而同一個時間 F16進駐烏克蘭以來 首度出現了 F16搖尾擊落了俄羅斯的蘇凱34的畫面 蘇凱飛行員還被迫彈射逃生 殺戮九月打到這個地方 我們更要帶你看到最大的變數 居然是這個國家 也是普丁最招惹不起的鐵拳 波蘭 波蘭管不住拳腳 會不會把北約整個捲進戰端 成為俄烏最大的變數呢 進入九月已經到了烏克蘭的開雪日 但是炮彈 俄烏在戰爭 炮彈不會分離開雪還是放暑假 在九月開雪當天 這個俄烏戰場上的戰火 能不會停歇 尤其看到你這個一幕一幕的 這個煙城士奇 都是經過俄羅斯的這個無人機 以及它的巡弋飛彈 至少二三十枚的飛彈去攻擊烏克蘭 那烏克蘭有些媽媽帶著小孩子 上一分鐘聽到了防空警報 趕快帶著女兒躲起來 九月開雪的第一天還在打 是 下一秒鐘等 這個防空警報結束之後 才帶著小孩趕快出門去上學 但你知道普丁 俄羅斯的這個總統 他這個時候 他已經跑到了蒙古首都 烏蘭巴托去訪問了 跑去蒙古 他要去討救兵 戰略上要擴大了這個 經濟跟緊密的這個合作 是 普丁跑到這個蒙古 你不要忘記蒙古是ICC 就是羅馬公約的簽約國之一 俄羅斯打了烏克蘭之後呢 ICC又下令 所有100多個這個簽約國 你都必須碰到普丁的話 如果去你的國家 你就要逮捕他 移送到這個荷蘭海牙的這個 這個法庭去 在針對他已經被發佈 國際通緝了 蒙古的確是你這個ICC成員國 沒錯 但是他只有兩個邦交國 一個俄羅斯 一個中國 而且他又是長期是俄羅斯的 適罕了 他怎麼會理你ICC呢 所以你看普丁到了烏蘭巴洛 去訪問 蒙古國還盛大了這個軍禮歡迎 接待了這個普丁 所以你看到莫斯科怎麼講 完全不擔心這個被通緝 還把普丁抓起來 這件事你敢嗎 而且他還說俄羅斯跟蒙古國 在這個普丁訪問的各個層面上面 有很好的溝通 氣得烏克蘭 當然說我要懲罰這個蒙古國 但為什麼他要在這個時候 討好蒙古跟中國呢 你不要忘記我剛剛說 俄羅斯的下面是蒙古 蒙古再過來就是中國 本來這邊有一個輸送管道 是西伯利亞力量 曲線的這個地方你看到沒有 這個準備要接通 從經過蒙古 接到中國 源源不絕的天然氣 就可以賣到中國去了 這邊叫做西伯利亞力量2號 是僅次於西伯利亞 原來我們就簡稱它1號的輸送管之後 想要開一個2號 接通這個到中國 經過蒙古國 那這個輸送管線全長3550公里 光是蒙古這一段呢 它就有900多公里 快1000公里在這裡 那其實在中國方面的考慮之下 本來說2023年5月 決定延後這個落實 然後當時西方媒體就猜 中國跟俄羅斯已經巧不攏 中國可能不想挺俄羅斯 也不是這樣 俄羅斯自從跟烏克蘭開戰之後呢 他輸往歐洲的這個天然氣管線 幾乎都被炸斷了 北溪1號2號你看 他也沒辦法再賣給歐洲啊 連輸往日本跟韓國的也中斷了 他唯一想要賺外匯 因為他一直打仗 打仗大炮一小黃金萬里就很花錢 他希望中國能夠幫他多買一些天然氣嘛 那中國當然有壓力 他不是不買 但是一下子不想買太多 但這個時候要經過這個天然氣管線 經過蒙古啊 當然本來不跟蒙古打招呼 現在當然要蒙古點頭 而且蒙古跟他我們一起合作 來賣給中國輸往這個天然氣嘛 所以才會把這三個國家拉到緊密的關係啊 打這一場仗要錢要兵要人 普丁到處去討救兵 但是這一下我們看到會影響俄烏戰場 我剛剛一開場跟各位報告 最大的變數儼然浮現 而這個變數是普丁最招惹不起的 北約最硬的拳頭波蘭啊 沒錯啊 講到北約和波蘭 就不能不提到 我剛剛說俄羅斯在攻擊烏克蘭的過程當中 有一些飛彈他會越過烏克蘭的上空 波蘭的上空要去攻擊烏克蘭 因為波蘭跟烏克蘭都在附近接狼的鄰國啊 沒錯 六日我們說 普丁反攻殺紅眼 打平民 打一般駐的商場所有狂轟猛炸 那跟普丁什麼關係 我打的是烏克蘭啊 但你經過波蘭的領空 我波蘭可以睜一隻眼 逼一隻眼就算了 可是波蘭的外交部長現在已經撂話 你再經過我的領空去打烏克蘭 我就把你這個經過我波蘭領空的飛彈給打下來 這個時候北約有點緊張 為什麼 因為北約不想升高 泰勢跟俄羅斯直接正面為敵 我在後面幫烏克蘭 烏克蘭去打 我們提供他武器 提供他人 提供他錢就好了 我們幹嘛整個北約撂進去 可是波蘭不怕啊 你這樣惹我 你以為是這個好惹的啊 所以俄羅斯惹到了這個波蘭 波蘭就說我把它攔截之外呢 我可以把這個層級拉高 因為他說正是我國內的憲法義務 你經過我領空就侵犯到我 這個高於北約的位階 我當然可以攔你俄羅斯的飛彈啊 所以我們剛剛講到了波蘭這個國家 他是北約裡面最硬的拳頭 惹到他 為什麼普丁會吃不完兜著走呢 因為普丁可能看到二戰的時候 希特勒打他很好欺負 但是這不是當年的軟市值了 波蘭這幾年增加了不少軍備 這兩年更是誇張 他已經開始跟美國簽署了合約 一口氣要買全球 僅次於美國最多的96架 將近百架的AHA-64 攻擊直升機啊 我們台灣也有 但數量沒有那麼多 大概只有他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左右 沒想到他成為全球 除了美國之外的第二大使用國 而且不是只買攻擊直升機 還一口氣買了將近2000枚的地獄火飛彈 460枚的AGM腰拐勾的這個聯合攻對地飛彈 這些都是波蘭好像把這個軍備 好像不用花錢似的 像吃了大補丸 而且他之前也跟韓國買了一堆軍備 韓國 美國 還有歐洲其他國家 波蘭的軍事的裝備大大的提升 所以才會說他已經不是當年的無下阿萌 你俄羅斯敢惹他試試看 不只這樣 波蘭最強的這個戰力 已經到達他們國家了 這個就是F35A F35A他未來陸陸續續要接裝30架 波蘭甚至形容這個F35A 是他們新的部隊生力軍 你看看這個畫面太震撼了 這個在哪裡啊 這一架是要給波蘭的嗎 這要給波蘭 在美國的阿肯社州 那玩了之後他要送到波蘭去 波蘭把這個非常期待 他們形容為是他們的羽騎兵 或者叫義騎兵 羽騎兵是羽毛的羽 羽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當年18、19世紀 波蘭他們在這個國家興起的時候 他們有一種特種部隊 特種部隊他們身上就會疊一根羽毛 象徵是波蘭最厲害的軍事力量 他們的心銳王牌 那現在F35A如果接裝成功幫助波蘭 波蘭已經本來有很多F16了 F16他們又提供給烏克蘭 那現在加上F35 我跟你講這樣的軍力可能令很多 包括我們台灣在內 看到的這些裝備都會流口水啊 好我們看到的是F35A 他能幹嘛 記得他可以連結的就是戰術核武 原來波蘭在想的是這一步 他很敢買很敢打 他也不怕打 他就跟美國當天看 如果你需要一個部署戰術核武的最前沿 就來我波蘭啊 核武的確是俄羅斯比較害怕的競技 也很討厭了紅線 但波蘭也不怕我就跨出去 他不怕有貨上升欸 他認為說美國會答應他F35啊 他是一艘一架逆中引擎的戰機 尤其波蘭跟美國之間 已經對於這個核武之間共享的 這個討論一段時間了 那現在波蘭也告訴美國 我已經準備好了 現在的這個戰術你就給我吧 你就說新的這個核彈B61啊 他可以在這個空射型的 放在了這個B6113的這個空載式的核彈 裝在F35上面 每一枚的核彈的這個當量 大概在0.3噸到34萬噸之間 你看威力有多大 由F35攜帶發射出去的話 威力大概是當年二戰要結束前幾天的 廣島原爆的那個原子彈爆炸威力的24倍 24倍 所以如果再加上我跟大家講 B61他有專地的功能 他是碉堡克星 那普丁不是之前傳出來 莫斯科被這個俄羅斯被烏克蘭打進去之後 他躲到了碉堡嗎 那碉堡就是專門對付金正恩跟普丁 你們這些人躲到這個底下的這個基地去 他有專地彈啦 又再加上有核武 當然會 賀羅斯除了認為踩到暗紅線 也要讓你俄羅斯怕 好 我們今天晚上接下來 鏡票給大家看看俄烏戰場 我覺得今天晚上最驚悚的兩段畫面 F16不是普丁最大的惡夢 不是送了一批進烏克蘭嗎 居然立馬立下戰功了 這顯然感覺好像電影湯姆克魯斯 一直在開這個戰鬥機一樣 F16一直緊咬著蘇凱三四 結果蘇凱三四不斷地發射了他的其他的彈藥 去干擾他 干擾彈 結果F16不受影響 一直緊咬著 追尾著 咬著蘇凱三四 你繼續衝 那往上飛的時候 當然他使出了這樣一個高技術的動作 兩邊的飛行員都使盡全力 這個時候F16還是發射了飛彈 去擊中了蘇凱三四 你怎麼可能甩得過F16 他是狗鬥之王 所以這個空戰傳來的這個捷報 就算得上是烏克蘭的F16 第一起的空戰 空優的勝利了 對 其實F16到了烏克蘭手上之後 已經在烏克蘭發揮了很大的空優 已經擊落了這個蘇凱系列的戰鬥機 還有他們的直升機 好幾架了 那這個畫面很難得可以看到 好像電影當中的精彩畫面一樣 不只這樣 其實烏克蘭在面對這個俄羅斯的時候 他甚至會想要出動他們的大殺氣 大殺氣 就是我們今天要給大家看到 第二段我覺得 哇 跟電影拍出來的畫面一樣 來 導播給我們看看這段畫面 你看看這個是什麼 這是一個樹林的現場 像是一個火人踐踏樹林 走過的地方 大火狂燒 這是什麼東西啊 這就像一個火巨人一樣 從樹林的另外一端一直往樹林的裡面的 這個中間這樣走過去 這個是旅樂劑 旅樂劑是什麼東西 就有點像是白鈴彈的極大層 那旅樂劑其實灑下去的話 高溫可以到2500到3000度 它所到之處幾乎都會以為平地 錯股揚灰 對 沒錯 都會燒得殆盡 那烏克蘭為什麼要出動這個大殺氣呢 他們又靠著無人機沿著這個森林的林線 去灑這個旅樂劑 那旅樂劑只要滴一滴在這個裝甲車 坦克的這個引擎蓋上面 滴一滴它就會讓整個裝甲車 整輛坦克陷入火海當中 熊熊大火燃燒到剩下一個骨架 更何況它如果放到林線 林線只要躲任何一個俄羅斯的士兵在裡面 旅樂劑兩三千度撒下去 你看連骨灰都找不到 所以導播給我們看到這段畫面 就像是你形容那個火巨人 他走過的地方 挫骨陽灰寸草不生 我立刻想到了 像烏通情話不是告急嗎 俄羅斯普丁不是要從烏通找破口 全力反擊 你來踩我我也去踹你嗎 這個就是可以非常有效用火巨人 阻擋普丁的俄羅斯大軍 入侵的最佳利器 看起來也很可怕 所以當烏克蘭不斷地從北約和美國 拿到了這一些武器裝備之後 包括這些彈藥 他對俄羅斯的部隊就痛下殺手 希望能夠讓俄羅斯來著一波又一波的震哲 讓俄羅斯的部隊只好你知道最好 你最好夾著尾巴趕快跑 如果再踏近烏克蘭 我就讓你死無葬身之地 二無戰爭打到現在 普丁來到命運的十字路口 他迎來轉機了嗎 轉機的關鍵會是他嗎 摩改就往伊朗 伊朗把軍武庫裡 早年從美國接收而來的M60的老康康的坦克 給他一路摩改 摩改成更耐打的裝甲競旅 通通要支援俄羅斯 另外他也給出了無人機跟彈道飛彈陸續上路 伊朗駐拳能扭轉普丁在戰場上一路挨打的局面嗎 對 因為現在來講的話 俄烏戰爭打到這個樣子 你看到俄羅斯節節敗退 可是這個時候有一個好朋友站出來了 以前大家都說伊朗就是俄羅斯的小老弟 可是當俄羅斯在打仗 他的軍備量不夠的時候 伊朗把他的軍工武器給丟出來 丟出來之後可以看到這一台 這一台叫什麼 叫M10 外型像什麼 你仔細看 他的尾翼 然後還有他的六個掛彈點 還有他作戰半徑可以到2000公里 哇 當量可以到300公斤的彈藥 其實所有的東西都對標什麼 對標MQ9 MQ9死神無人機 就是當初把蘇蘭曼尼給幹掉那一個 而且伊朗告訴大家說 我不是量產而已 我是大批生產 這些東西生產出來又來幹嘛 我除了我對付以色列有需要的時候 你有需要 大哥 你俄羅斯有需要 我大批的把你送出去 送出去之後 就有辦法把這個無人機 讓俄羅斯來講 你一直被烏克蘭無人機打 我至少弄一個 伊朗版的MQ9給你用 那除了無人機之外呢 還有彈道飛彈 彈道飛彈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麼 它很難捉摸 彈道飛彈它的模式是 你把它打出去 打到哪裡 大氣層以外 上去之後再下來 你知道嗎 下來的那個重力加速度 它一秒之內 可以有超過一到兩公里 一秒 會有一到兩公里的橫移 所以呢你是抓不到的 幾個馬赫夯下來 你根本也攔不住啊 你根本也攔不住 好俄羅斯來講 他現在做出的彈藥的量不夠 但是呢 伊朗可以提供什麼彈道飛彈 但你不要說 你這個幾百枚 可是呢你只能打到哪裡 射程只有120公里 可是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120公里 對俄羅斯來講夠用 你把它拿去哪裡 庫斯克 你把它拿到第一線的戰場上面 你有需要我就弄出去 而且呢它的彈頭 可以載150公斤的一個飛彈 這兩個東西加出去之後呢 其實對俄羅斯來講的話 雖然可能沒有辦法第一時間 把這俄乌戰爭的這個氣勢給扭轉 但至少我就有底氣了嘛 你要無人機 我有無人氣 你要彈道飛彈 我有彈道飛彈 所以在現在 俄羅斯被衝出破口的庫斯克 會不會見到這兩樣由他的 小老弟 伊朗 源源不絕的武器 我們要等著看 如果有的話 我覺得後面這一場 俄乌戰場沒完沒了 我除了會逆向工程做出了 我伊朗版的死神 我還會魔改 哇這個魔改工藝 簡直是 出超凡入勝 我覺得伊朗真的是學壞了 伊朗過去來講 一直說我們要怎麼樣走出自己的軍工業 他現在告訴大家一個東西 打開來看 叫薩爾曼402 402大家想說薩爾曼 好這個名字是很厲害 是不是很厲害 好仔細一看 這個東西就是之前的美系武器 M60A1嘛 這個就是你之前跟美國好的時候 美國賣給你很多的M60 然後呢你把它改了之後 這邊薩爾曼402 好重點來了 他怎麼改 他把過去這個旁邊的 就是原本的M60的A1坦克原型 可是你看 他就像是變形金剛一樣 在旁邊加了砲塔 其他的地方擴散出去 然後在旁邊再把這一個 防彈板的裝甲給加上去 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說你會覺得說 M60A1以前是老Coco的 二戰時候的坦克的一個新改變 但是呢當你把旁邊的砲塔給加寬加長之後 當你把這個防炸彈的這個甲板給加上去之後呢 我就不一樣了 重點是 因為當初美國賣了他們很多 所以呢你勤勤勤勤 之後呢 他至少第一批就可以拿出多少 150輛 150輛就可以裝備 裝備出很多鋁 所以呢這個東西對他們來講的話 其實是非常實在又好用又便宜 魔改 結果 Lococo坦克清水變雞湯 接下來看到這畫面 真的下巴要掉下來 他居然可以魔改出航空母艦 對 過去來講你要一個航空母艦 你的這個軍工記憶要非常非常非常的深啊 所以呢 其實對岸來講的話 他也沒辦法 他也是跟烏克來去買母體 可是沒有想到這個地方拿出來 大家一看 這真的是航空母艦 雖然他的吃水不大 可是你看 該有甲板 他有甲板 該有彈射台 他有彈射台 可是你仔細看他前面的舵 這個感覺上 不像軍艦 像貨輪啊 他拿什麼來改 貨輪啊 他直接拿貨輪 而且呢 他是拿這個什麼 貨櫃輪直接來改 然後呢 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其實他們真的是有這個天分 你看哦 你貨櫃輪去改之後呢 你把這個跳板給做出來 你把它焊好之後呢 你沒有辦法讓軍機來起降 因為你的長度不夠 可是這年頭 大家拚的已經不是戰鬥機 大家拚了什麼 無人機 烏克蘭就是無人機的戰爭嗎 對 你看哦 無人機一般來講的話 你必須要有個長跑道 可是呢 當你用這個貨輪 把它改成航空母艦 再把這個甲板往上翹 有個弧度之後呢 它就可以讓無人機拉桿提升 所以呢 你這樣子出去之後呢 對戰鬥機來講 不夠長的跑道 對無人機剛剛好 可是大家沒有想到說 你這樣子也可以這樣子 因為一般來講 你這個貨輪沒有人這樣做 可是呢 做出來之後呢 目前看影片效果還不錯 這樣沒完沒了了 如果這一艘開向了紅海的話 對 那紅海不就真的是 殺戮之海真的變紅海了 對 紅海為什麼大家都覺得很奇怪 你那個地方有胡塞組織 三天兩頭就給你丟個這個監射武器 三天兩頭就丟個火箭 你就不要走就好了 可是各位觀眾朋友 紅海就是不能不走啊 你不走紅海你要繞一大圈 你這個燃油費量來講 是非常非常的昂貴 所以呢 大家知道有胡塞組織 有在這個地方在鬧事 大家還是可以走 可是這兩天的新聞來講 在夜門北部 他們又去襲擊了這個貨輪 其中有一個還是運送石油的 大家就知道嘛 石油是現在的經濟來講 非常重要的 你三不五石就炸一個 三不五石就炸一個 那你紅海來講的話 大家又不得不走 可是你走了提心吊膽的情況之下的話 其實到目前為止 你這個紅海危機 從8月21號開始 到現在來講 幾乎停不下來 那我問你 所有的伊朗聯盟 你看這個 夜門的胡塞組織 還有我們講的哈馬斯 還有伊朗本人 我們不是講 你們不是要報復以色列嗎 你們不是要報復美國嗎 你們不是要大幹一場嗎 你怎麼現在似乎騰出手來 豪整以霞 到底中東起了什麼微妙的變化嗎 因為其實以哈戰士來講的話 真的是打了太久了 那個時候呢 他們趁了這個節日 然後把250多個人給抓走之後呢 一開始大家想到一件事情 這些人質是不是已經走掉了 如果這人質真的是存活不下來的話 那我們當然要大力來報復 可是哈馬斯現在來說的話 他們帶著人質在地道裡面 開始逃竄 最近來講的話 又找到了六個遺體 這六個遺體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呢 他們被哈馬斯帶著在地道逃的時候呢 當這個以色列大軍壓到的時候 他才把他近距離的槍殺 那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很多人質是活的 當你沒辦法的時候呢 我才把你殺掉 那你想想看 俊翔哥 對這些人質的家屬來講說 原本人都走了 我就算了 那就是強力的報復 可是當你知道說 哇 三分之一可能已經往生了 可是呢 還有三分之二 而且呢 是走到最後才被槍殺 當然我們有沒有機會 情何以堪 我只會有機會早一點 救他們出來 別人我不管 至少我們家的人 我可不可以想辦法去把他給救回來 今天晚上持續關注俄烏戰場 正在進行血腥9月的模式 普丁下達最後通牒要逐退俄軍 就剩下現在9月最後一個月了 而俄軍呢 現在更是決定相互毀滅 你來入侵我 我也反攻你 而且現在幾乎到了殺紅眼 居然俄羅斯的無人機 獵殺烏克蘭平民 跟打電玩一樣 飛彈甚至直接攻擊烏克蘭的商場 而烏克蘭呢 他發動了無人機雨 衝撞俄羅斯大樓 這讓人立刻聯想起911的惡夢 普丁更怕的是下一步 烏克蘭會不會去攻擊克里米亞大橋 曾經成功炸橋的王牌飛行員 也在最近曝光 他會是普丁的最大惡夢嗎 事實上我們在過去一段時間看到 烏克蘭軍隊好像攻入了 這個所謂的俄羅斯裡面 好像如露無人之境 但你真的以為俄羅斯是吃素的嗎 我們先講之前普丁不是已經講說 戰爭如果今天開打的時候 很可能不是只局限在特定地區 現在北約的秘書長 史托騰伯格 他就跳出來講 他說烏克蘭入侵俄羅斯 庫斯克這個地區 他說這個叫做合法的 為什麼 他說就大家的了解 烏克蘭是要建立起一個緩衝區 這個緩衝區是要避免戰爭 再持續的過大 所以他說基辅擁有自衛權 不過這一個史托騰伯格 他也講說 這個是烏克蘭自發性的行為 他也沒通知我 我也沒有協助他做 攻打俄羅斯的動作 但我們就回來看 俄羅斯的軍隊 難道他真的完全沒有戰役嗎 事實上沒有 你看他最近連續打擊了 哈爾克夫這個地區 事實上哈爾克夫也是 烏克蘭的第二大臣 你在畫面上面所看到 居然被拍下來 由這個飛彈直接往 有沒有 直直的往下 直接開罐 對 那結果呢 現在他當地的媒體就報導說 這個是俄羅斯的 伊斯坎德爾那個彈道飛彈 他在8月30號的時候 居然俄羅斯進行大量的轟炸 等一下 這一棟建築 這是什麼樣的建築呢 好 事實上這是一個商場 而且他不只是攻擊商場 你知道嗎 他甚至對其他地方也用1到4枚 不等著這個所謂的 伊斯坎德爾飛彈 就持續地這個進行攻擊 而且你知道嗎 現在就講說俄羅斯對這個地方 大概有進行了10次這樣的攻擊 甚至因為他那個打下來的 那個爆炸波有沒有 連在這麼遠拍攝的人 他們都感覺到那個爆炸的威力 好 這個就是告訴你 血腥九月的這個俄烏戰場 已經進入了相互毀滅的模式 今天你要入侵我 俄羅斯一直殺到了整個 這個我們看到的莫斯科的近郊 我就去打你的烏冬 打到真的是已經軍民不分 無差別列殺了 而且現在看起來俄羅斯軍隊 其實他也不是亂打你知道嗎 因為作戰手中補給啊 你今天烏克蘭的軍隊 越往俄羅斯的境內深入的時候 你的補給線會拉得越長啊 結果現在俄羅斯軍隊 他們居然聚集在紅軍村這個地方 是 紅軍村我們稍微先提一下 因為他是整個烏冬鐵路的 一個重要的節點 那過去呢 這個烏克蘭的軍隊 他們進行補給的時候 這個節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個補給戰 結果後來發現到說 俄羅斯軍隊居然聚集在這裡 你知道 如果他今天真的把 這個所謂的紅軍村 這個地方打下來 由俄羅斯軍隊來 握有這個所謂的主導權的話 他可能會讓烏克蘭公路 這個庫斯克的這個軍隊 就失去了後援 而且最重要的是 過去我們看到在烏冬戰場這一塊 你很有可能盾內之客地區 也會變成通通在 俄羅斯軍隊的手中 所以現在烏克蘭人民 也很多人就開始就覺得說 我今天把戰線拉到這麼長 打到俄羅斯裡面去 感覺上國際好像覺得說 烏克蘭好棒 但你的後方失守的這個狀況 其實可能對於烏克蘭來講 才是一個大的危機啊 站在烏克蘭的角度 你對我的平民如此的 無差別獵殺 那他要以牙還牙 我們真的很擔心 這樣子的惡意堆疊下去 怎麼收拾 事實上你看到 所有的戰爭 當你開始以敵人的這個平民 為目標的時候 大概都要引述一個就是說 我讓你的內部產生恐慌 那你的民眾其實就會 對你的政府來進行施壓嘛 那你可以看到 俄羅斯用這個方法的時候 烏克蘭軍隊事實上也是啊 他們在最近出動大量的無人機 而且都是用低空的方式啊 他避開你的這個所謂的防空系統 然後呢去攻擊你 你在畫面上面所看到 事實上這個爆炸的聲音是什麼 你知道是俄羅斯的這個 在烏克蘭的這個所謂的無人機啊 被俄軍的這個系統給擊落完了之後 你知道嗎 他們其實最擔憂的是 這些無人機上面可能都帶有 所謂的這個高爆的彈藥啊 因為他整個人 他出動將近160架的無人機 去襲擊啊 別爾哥 羅德 跟其他俄羅斯邊境的這個地區 所以這個就是無人機魚 你可以打掉我一架兩架十架 剩下的如果漏網之魚 一掉下去就像這樣了 而且你可以看得到 他掉下去之後 產生還有二次的這個爆炸 所以你這些無人機看起來 其實都是具有軍事攻擊量的一個用作 而且再來就是你在畫面上面所看到 這個其實喔 烏克蘭軍隊也掌握了俄羅斯軍隊 他們比較大量的這個叫油庫啊 也就是乙鏈油廠跟發電廠這種東西 那結果烏克蘭軍隊啊 他們就用大規模的無人機去進行襲擊 你的防空系統能打掉我多少架 我只要有漏網之魚 能夠攻擊你的目標的時候 他居然就造成這個大規模的 這樣一個火災的一個情況 那你可以看到他們其實去鎖定了 這個俄羅斯這邊有個叫阿特拉斯油庫 這個地方啊 他們原先有六個這個石油槽 那你現在看到烏克蘭軍隊啊 透過無人機去攻擊完了之後 所引起的這個漫天的火光 當地的媒體報導說這個大火燒了六天 都沒有辦法燒啊你知道 所以你就可以想像到現在戰爭 其實老實講已經不是以敵人軍隊作為目標 都以所謂的民生重要物資 甚至是以一般的民眾作為他們的無差別攻擊啊 接下來研究要在我們看到的這個現場 大家必須深呼吸 你才可以看清楚到底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需要深呼吸 他居然讓我們聯想到911的惡夢啊 而且這樣的惡夢事實上也凸顯了出了 這個所謂的戰爭非常非常的殘酷啊 那你在畫面上面所看到的事實上 俄軍啊也出動這個所謂的無人機啊 那他其實針對的就是一棟俄羅斯的這個大廈你知道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畫面上面這樣去攻擊這個大廈之後 在這個地方就引起這個整個的這個大火啊 那當地的民眾啊其實就發現到說 這個不是跟之前啊 美國遭遇到這回911恐怖攻擊是有關係啊 而且你看大樓裡面啊 現在俄羅斯這個媒體就講說 我這裡面都是一般平民百姓啊 我都是在正常上班 你怎麼會去攻擊我的這個大樓呢 但是呢它確實造成了你知道 很多俄羅斯民眾的恐慌啊 好 現在在這一次的俄烏戰場 剛剛仁俊提到了 烏克蘭部隊長驅直入 直接都要打到了莫斯科兵臨城下 它有一個短板跟軟肋 就是它的整個補給線拉很長 嘟嘟好 普帝也有這一條軟肋 就是克里米亞 現在最大的惡夢是 烏軍會不會炸掉克里米亞大橋啊 在過去烏克蘭很大的一個政治上的訴求 就是你俄羅斯軍隊除了要撤出烏克蘭之外 你要把所謂的克里米亞還給我啊 但是呢現在看起來俄羅斯在這個態度 也踩得非常非常的硬 你在畫面上面所看到 居然俄羅斯軍隊在這個地方 部署了鎧甲S1M的這樣一個防空系統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發現到說 烏克蘭似乎把這個所謂的 柯次海峽大橋啊 當成他們主要攻擊的目標 那過去大家看到 克里米亞其實是一個半島的一個地形 那對外的聯絡道路呢 事實上這一座橋就佔了非常重要的一個角色 那如果呢烏克蘭軍隊覺得就是說好吧 那我既然你不還我 那我就封鎖你 如果炸了這一座橋的時候 克里米亞很可能對於俄羅斯來講 他就變成孤島啊 所以你就看到這個烏克蘭 這個俄羅斯的軍隊 趕快把他這個所謂的 鎧甲S1M的這個防空系統 部署到這個所謂的橋面上面來啊 那我們過去也可以看得到說 包含到黑海艦隊的這個 卡二九的這個直升機啊 在這個地方 事實上呢也都發現到說 他們出現在克里米亞的 這個周邊的堤防這邊 進行這個巡邏啊 他在巡邏什麼 這裡有戰士嗎 這邊有任何的蠢洞 沒有啊 事實上呢 現在已經不是說有沒有戰士的問題 因為在這一次俄乌戰爭裡面 大家發現到無人機啊 才是最大的魔鬼你知道嗎 所以現在也傳出來講說 事實上這個卡二九的 這個所謂的直升機啊 他其實真正在巡邏 是避免有所謂的這個無人機啊 飛到克里米亞這個地方啊 去對克里米亞來進行攻擊啊 你剛剛提到的無人機 是這一次打到九月 俄乌戰場最大的魔鬼 這個心魔不只眼睛看得到的戰場 也存在普丁的心裡面 因為對於普丁來講 外界都非常高度關注他的這個動態 那你想想看 如果他今天出門的話 很多人也會覺得說 如果你的行蹤 這個被烏克蘭軍隊給掌握的話 會不會對你產生威脅 所以呢最近啊 這個俄羅斯媒體也發現到說 當普丁的車隊出動了 有出來的時候呢 居然在畫面上面 這個米巴的這個所謂的直升機啊 就陪著他的這個所謂的 這個車隊有沒有 陪同他一起 而且你看畫面不是只有一架啊 他居然有兩架到三架的 這個所謂的米巴直升機啊 陪著一起來進行這個巡邏 需要這樣嗎 凌空 空中掩護 為什麼要這樣 因為現在有太多的這個無人機啊 事實上他不是只負責 偵查的功用而已 他其實也負責啊 所謂的遊蕩炸藥的一個功能 所以呢對於這些直升機來講 他為什麼必須在空中進行護衛 因為這個 如果你現在要採用無人機 來進行攻擊的話 他的攻擊點真的會是四面八方啊 好 當無人機變成雙方的 最大的魔鬼的時候 怎麼擋下無人機 置敵先機就顯得決戰關鍵了 我們要來告訴大家 從來沒有touch過這支神秘的花木蘭部隊 藏在烏克蘭的無人機羽的後面 他們是誰啊 其實戰爭打到越後面 你就會發現到 真正如果要打持久散的時候 就必須要全民動員 那過去大家看到都是烏克蘭軍隊裡面 男生上戰場或者有極少數的女性 結果沒有想到烏克蘭居然有一個神秘軍隊 是由女性組成的 因為他們白天的時候 都在他們正常的工作崗位上面工作 可是他們到了晚上的時候 居然就到了戰場上面 去擔任所謂的防空機槍手 而且你在畫面上面所看到 他們操作的武器事實上 跟正規軍隊是一模一樣的 可是他們其實透過這個晚上的時候 因為你這個所謂的白天 你的這些所謂的士兵 可能也需要休息或輪房的時候 這一些女性居然 他們就開始收集他們所謂的 這個情資的系統 而且單任機槍手是 如果我今天看到有無人機接近的時候 他們就用他們的所謂的機槍 把他給打下來 那有一個女性還在接受訪問的時候 她就說 她確實她也不喜歡發生這種事 可是我要保衛自己的國家 而且她說 她曾經擊落了89架的無人機 那你想想看 她可以擊落89架 代表是 其實有更多不知道幾倍數的 這個所謂的無人機 在這一段時間一直在侵襲 所謂的烏克蘭的這樣一個領空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女性在戰場上面的時候 那大家會很好奇 她的飛官 她的空軍 烏克蘭的空軍現在不是講說 獲得F-16嗎 結果在這一段過程當中 大家才發現到烏克蘭 她在整個的所謂的 這個改正研的工程 真的超乎很多人的預期之外 你在畫面上面所看到的 事實上 過去烏克蘭所使用的武器系統 都是屬於二字的 但是當你美系的戰機飛過來的時候 或美制武器過來的時候 基本上會有系統不相容的 這個問題 結果發現烏克蘭 那個所謂的第40戰術航空旅 他們真的非常厲害你知道嗎 因為他們居然能夠把美制的 這個所謂的武器系統 安裝到二字的飛機上面去 你這開始通用的時候 就代表是我任何飛機 我只要有飛行員能飛 我就有辦法操作 來自各國的這個武器你知道嗎 所以他們居然用米格29 能夠去搭載JADM 這個所謂的精準導引的炸彈 而且你知道最遠的射程 是有到72公里左右 所以當我的二字戰機 可以把美系的西方的系統的飛彈 掛載升空的話 就可以大規模大範圍的殺敵 可是你也要一個 飛速5億高強的飛行員 所以這裡面就會變成像宣傳戰一樣 你知道告訴大家講說 我們有好棒的飛行員 你在畫面上面所看到 事實上這個是烏克蘭 公認的叫做王牌飛官 因為他被號稱叫做無人擊殺手 他之前在庫斯克這個地區的時候 曾經用GP162的精靈導引炸彈 去炸毀一個橋樑 而且事實上他在過去執行任務的時候 也曾經有因為這樣子而被擊落 你知道受了重傷 但問題是他那時候受傷之後 他居然還自拍了一張照片 當然他的滿臉上面都有 這個所謂戰爭所造成的 這個受傷的一個痕跡 可是他透過這個照片還比了一個大拇指 告訴大家講說其實我還建造 那你知道嗎 當他這個照片出來的時候 引起烏克蘭軍隊非常大的一個震撼 你知道 甚至連哲倫司機都接見他 而且頒給他勳章 所以在這一段時間你可以看到 這個王牌飛官的影像又再出現了 那代表什麼 烏克蘭也希望透過這樣的方式 去鼓舞他的迷心士氣 關注二武戰場 我們看到烏克蘭乘勝追擊 美軍提供了這個戰場殺氣 讓普丁這下真做不住了 上千枚精準打擊 可以展現天女散花 大面積殺傷力的ATMS 戰術飛彈 一枚飛彈過去 上百名俄軍灰飛煙滅啊 逼著俄軍90%的軍機 後撤後撤再後撤 撤到了射程之外 成功大幅壓縮了 俄軍的作戰眾生 普丁當然想如法炮製 烏克蘭的無人機遇 可是他發動了 他卻闖不過 烏克蘭改裝冷戰直升機的 空中砲艇 這下惱羞成怒的普丁怎麼辦 他開始準備無差別獵殺 連老百姓都不放過嗎 想在10月把烏軍通通趕出去 難了 俄烏戰爭達到現在 俄羅斯現在可以說是父輩受敵 而且是被南北夾擊 為什麼 我們曉得北邊的庫斯科州 現在已經被烏克蘭佔領了 你就連美國的CIA都出來講話 說俄羅斯想要奪回 被烏克蘭佔領的土地 難啊 困獸之鬥 那我剛才說到南 還有另外一個叫南邊的南 因為南邊呢 它有好多的州 它的油庫 管你是汽油的油庫 還有柴油油庫通通被炸 你看我現在公布的這個畫面 這個是他們羅斯托夫地區的最新被 烏克蘭無人機轟炸的畫面 那個油庫這樣燒起來 雖然當地的州長講說 我們的損失其實沒有人員的傷亡 然後呢就是幾個油庫有燒起來而已 好 幾個這個除油炒燒起來而已 但你看那個火勢 你有想過除油炒一旦燒起來 它是一發不可收拾的嗎 它根本燒不完啦 我們講的這個野火連天永遠燒不完 你知道之前喔 這個州就是羅斯托夫州 之前才有一個柴油油庫 被烏克蘭的無人機給轟炸 燒了10天 甚至有人說燒到現在都還沒燒完 那你現在又被炸一個 你說好像沒事一樣 結果呢 結果現在有人就講說 你這個除油炒好像是 國營的阿特拉斯石油 你知道阿特拉斯石油 再有什麼重要的地位嗎 也就是說其實俄軍他在演習期間 他們的演習的這些軍武所需要的燃料 都是由阿特拉斯石油 現在被你炸成這樣 再來 你現在前方戰士又吃緊 你現在又缺油 所以為什麼柯恩才會講說 你現在是不是彷彿是在做困獸之鬥 所以你看到我們講到了 打仗要糧草直接打七寸 這個就是你的油料 那打仗糧草要不要糧食 要糧食啊 烏軍現在要賞 俄軍吃麵包 你別吞啦 這會要你的命啊 這麵包可不能亂吃啊 這個麵包其實原來是一個 我們說搭載遠程火箭的無人機啊 它綽號叫原麵包 那個烏克蘭語有點難唸喔 叫Penicisia 為什麼這個字那麼難唸 這不是我說難唸 烏克蘭說這個字本來就很難唸 所以當時這個字Penicisia 是要用來形容說 那些俄國的可疑人士 抓到了 他們就給他取名叫Penicisia 現在呢 直接把他們的原面包 遠程火箭無人機取名這個名字 不就是在暗示以後你俄羅斯 只要有可疑的地方 那些所謂美軍提供給我A10 我打不到的我就用這個打 來我們想想一下 美國給A10是300公里 然後還跟你講說250個重要軍事目標 你只能打20個 好啦 你是 司機理會怎麽想 你給我A10很好用 對不對 陸軍戰術飛彈 但250只能打20個 那還有230個打不到 沒關係 我螞蟻打大象 我還有那些小型的無人機FPV 我可以去轟你油庫 我還有那個我 進行公布新型的遠程無人機叫原面包 我可以打700公里之外 你是補丁你不是爐座的針災 你是補丁你睡得好覺嗎 坐不住啦 你剛剛提到的就是說 一個靈魂的叩問 為什麼 俄羅斯我跟束手在那邊讓你挨打一樣 怎麼我就挨轟讓你 烏克蘭的無人機語 隨便看哪裡打哪裡 我都攔不下來啊 你們不是說你們俄國有一個叫 藍寶石反無人機電站系統 你知道無人機藍寶石電站系統講白一點 就是你所有烏克蘭的這些無人機 我都偵測的出來 我還可以偵測出來說你是飛機還是無人機 我還可以偵測出來你是無人機是哪個機型 我還可以偵測出來你的無人機大小 那有啊 很厲害啊 結果很厲害 現在馬上被打臉啊 為什麼呢 你看喔 它號稱能在5公里內探測反制無人機 哪怕小到250公克的微型無人機 或是比較稍微大一點的900公克的FP無人機 那500公里你既然都能反制 請問剛剛那個油庫是怎麼被轟的 對不對 再來我剛才說的那個直升機是怎麼被轟的 再來你們俄羅斯之前還有一台無人的偵察機 也被人家FP給轟下來 又是怎麼被轟的 你這藍寶時間大場 守不住 已經掛不住面子的鍾伯 現在更讓普丁睡不好覺 坐不著椅子的是美國 居然F-16進去烏克蘭也就算了 現在居然送進了這一批大殺器 就問你看這個畫面 對 它怎麼這麼多個彈槽點 你不應該是只有一個彈槽點而已嗎 是 這就是我們所說的 N-10的陸軍戰術飛彈 它有點像是植母彈 它打下去的時候它就會遍地開花 所以人家才會講說 為什麼N-10它的戰術飛彈 它的打擊雖然只有300公里遠 但是它的腹地很廣 這是普丁所最害怕的 那也是美軍設下防火牆 說你最多250個只能打20個 那你覺得美國送進來1000枚 ATEMS就夠了嗎 哲論司機說不夠 不過怎麼辦 自己要吃 自己照 是 我跟你講 其實無人機在火箭在飛彈去打擊 雖然固然好用又便宜 但是畢竟剛剛我說了 俄軍也是有防空系統的 也有說藍寶石的電戰系統 所以你不可能永遠都只靠無人機 你終究還是要有發射車 你終究還是要有一些彈道飛彈 那因為ATEMS 美軍已經設下了重重的限制 哲論司機也很聰明 那我就自己來研發嘛 它研發的這個短程彈道飛彈 至今沒有取名 不過根據我們所公佈的 掌握的畫面 他們懷疑很可能是在2018年 烏克蘭就已經秘密在研發的 叫做油準的戰術飛彈 這油準戰術飛彈一樣 它的射程是4到500 也就是所謂的短程 但是也已經比剛才的ATEMS的距離 又多出1到200了 它搭載的是500磅的彈頭 所以一旦烏克蘭真的當時 到時候能夠將這個秘密武器 推上戰場 再配合ATEMS 再配合無人機的話 我覺得俄羅斯真的會如 美國中軍儀所講 是困獸之鬥 但我就問了 普丁什麼個性的人 他就這麼樣困獸之鬥 任你打嗎 怎麼可能 當然當然 普丁也不是吃素 也不是塑膽 所以普丁在這4天之內 三度空襲烏克蘭 烏克蘭有實況主他在直播 結果直播當中 你看他突然倉皇的秒脫耳機 他在玩嘛 右上角 你看一下他的表情 你看一下他的動作 有沒有 他突然 犯什麼事情 不是地震 就是我們講的 就是俄羅斯所發動的飛彈攻擊 他預期了 對 遭到俄羅斯飛彈的襲擊 那如果你是烏克蘭 你該怎麼做 這些飛彈 這些無人機打過來 如果你的防空系統 沒有成功 完全攔截到百分之百 七十支攔截到六十 這時候你還是要出動 傳統的空軍 空軍的飛行件額 開著F-16 F-16之前 美國他已經是 軍援烏克蘭五架了 結果現在呢 在這次有沒有建功 有 但問題是五架現在傳出 掉了一架 所以說目前只剩五架 才進去多久而已 就掉了第一架 對 沒有錯 那這一架呢 目前沒有辦法證實說 它是被人家 是被俄羅斯擊落的呢 還是說它是因為操作不當 但是我講 如果假設真的是操作不當 你就知道飛行員的可貴 你就知道為什麼 德倫斯基他要去用無人機 但你終究戰爭 不可能只靠無人機 沒錯 你還是要靠飛官 能飛的都飛不只F-16 飛到現在只剩五架 吳軍他還用米格24 用機砲擊落了一架 惡心的雪漢 E36的自殺無人機 等等等等 這個不是冷戰時期 老康康阿公級的嗎 阿公你也要出動啊 對不對 你不能只靠兒子去打啊 你看喔 防空系統 擊落無人機 然後F-16 也去擊落無人機 再看現在的米格24 用機槍去擊落無人機 你有沒有覺得真的好像 好像穿越時空 平行時空 太瘋狂了 有最新的武器 有最新的無人機 也有這個攻擊的 沒辦法 我就是傾囊而出 能打的都跟你俄羅斯拚了 我公布另外一個畫面 他的F-22無人機 擊落俄羅斯的ZARA Z-20 偵察機 這畫面真的很精采 你看到沒 有沒有 那個閃 我定格 閃的畫面 有沒有看到 爆 打掉了 爆 打掉了 哇 超級的下勢對上勢 你有沒有覺得 現在普丁真的是燒錢啊 真的是燒到 所以被逼到牆角的普丁 最後會撒狂 他會做出什麼 瘋狂的舉動啊 我告訴你 因為不是只有你會無人機 我俄羅斯也會無人機啊 他們就是從烏克蘭 這一次的俄武戰爭當中 發現你烏克蘭這樣打好省錢 因為普丁真的是快沒錢了 好 我也用無人機 來這個以卯之子還子之盾 俄羅斯可能訓練無人機 獵殺烏克蘭人 你看這次烏克蘭的別里斯拉夫 就有大概150個平民 因為被俄羅斯的無人機攻擊 這一樣 你會發現 這是他所攻擊的這些畫面 又比我剛剛公布的 再更市區 再更無辜老百姓受牽連了 你看被炸的那些車子 砰一下 然後跑出來是誰 也是這樣 都是老百姓 也就是無差別攻擊了 你剛剛講出來一個重點 打仗打到這個地方 我10月1號普丁自己講的 10月底之前 他一定要把所有的衛軍趕出去 打到快沒錢 他要去找錢來看看 他最近又出訪這個國家 蒙古很多人打一個大問號 他居然甘於冒著 可能會被國際法庭通緝 抓走的風險 而走訪蒙古非去不可嗎 其實普丁出訪並不稀奇 你去哪邊這個OK啊 但你去蒙古就讓人家覺得很 你為你捏把冷汗 你要知道 他是被全球通緝令下達的 結果你現在跑去蒙古 蒙古是國際形勢法院規約締約國 ICC締約國 換句話說用白話講 普丁如果到蒙古 蒙古更有格子 他是跟他抓起來的 那他居然去了 為什麼去 來 我們請鍾伯 帶我們來看進這一張圖 觀眾朋友 你看到俄羅斯在這個地方 藍色這個地方是蒙古 你有沒有看到這條虛線 這條虛線做什麼 這條虛線是運送天然氣的管線 也是普丁的外匯生命線 他為了這條虛線而去的 對 這條虛線其實就是他的天然氣管線 全長3550公里 普丁希望能夠靠這條天然氣的管線 他的工程叫做 西伯利亞力量2號 真的很力量 因為他可以為他帶來蒙古的收益 跟中國的收益 你想想看 我把天然氣賣到蒙古去 我賣到中國去 那我只要把這管線都拉好拉滿 蒙古你同意 中國你同意 那我以後就不辦沒錢了 對不對 但問題來了 中國其實也是很會看風向 你知道嗎 中國之前在俄羅斯在這一開打的時候 他就直接把西伯利亞力量2號 Stop 你知道為什麼嗎 中國也會算啊 順盤打一打 他心裡想 第一個你這樣一直打下去 你打到民國幾年 第二個你現在一打二物戰爭 造成物價通膨上升 我建設成本也上升 問題是中國經濟現在在下行 我哪用得到這麼多天然氣啊 對啊 自己經濟都不保 然後我還要去建這些 不一定能夠拿到你天然氣的天然氣 我也不一定有錢給你買天然氣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現在各國都在角力 結果現在有一個國家 趁你命 要你命 誰 就是拜登 拜登想要在退位之前 來個最後一搏 你知道最近傳出 他跟習近平 可能未來幾週會熱線耶 熱線要講什麼 有沒有可能他在下任之前 他希望能夠畫下一個完美句點 完美的封鎖 自冷戰時期 就跟美國釋仇的俄羅斯 蘇聯 俄羅斯 有沒有可能這最後 從十支戰爭 變成一場無形的外交角力戰 五七暴新聞的所有好朋友 你們給了我百萬的訂閱 真的無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登天看 再一次謝謝你們大家 同時請介紹更多好朋友 來支持五七暴新聞 巨像還有優秀的五七暴新聞團隊 會繼續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 請問五七暴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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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五七暴新聞